我们今天早晨所要听的上帝的话 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一十一节 过了两天 在加利利的加纳城有人举行婚礼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跟他的门徒也接受邀请去参加婚宴 酒喝光了 耶稣的母亲告诉他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妈妈 请你别勉强我做这些什么 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呢 耶稣的母亲吩咐仆人 他要你们做什么就照他的话做 在那里有六口石缸 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的时候用的 每一口石缸可以渗水约一百公升 耶稣对仆人说 把水缸都装满水 他们就到水入缸 满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些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已经变成酒的水 不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 那咬水的仆人却知道 因此叫新郎来对他说 别人都是先上好酒 等客人喝够了 才上普通的酒 你倒把最好的酒留到现在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成行的 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 他的门徒都信了他 我们一起祷告 死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一礼拜中 我们有这样一点安静的时候 主啊我们抽出这一点时间来 为的是崇拜你 抽出这一点时间来 我们是为了祷告 安静地在你面前等待 等待着你来感动我们 感谢主让我们圣经中看到 你第一次行的神迹 这也是最大的神迹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世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感觉到 我们很难相信这些神迹 可是主啊你已经行了最大的神迹 你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我们都不信的 是你让我们信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 主啊因为这个神迹 我们就信所有的神迹 求主你今天 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再度的显神迹 让我们今天感到你跟我们同在 求主来改变我们 改得比以前更好更美 有许多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基督徒的 求主你进他的心里来感动他 让我们现在都因着你的神迹 而成为洁白的 无过的 没有罪的 在你的面前 主啊如果我们生活中间 有任何的烦恼痛苦 求主现在安慰我们 你在前面带领我们 道路 我们这样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当约翰这么写的时候 一定有很深的意义 当我们说第一个神迹的时候 这就是在以前没有行过其他的神迹 这是第一个行的神迹 可是当我们说这个人跑的第一 跳的第一 成绩考的第一的时候 并不是说这个人是第一个交卷了什么的 因为他的分数最好 他跳的最高 所以当我们说第一成绩的时候 我们是说那个分数最高的人 当我们说第一神迹的时候 不只是他在所有的记载中间是第一个神迹 也是最大的神迹 也是打分数打的最高的一个神迹 很可惜这个神迹一直到现在 在常常为人所勿用 比方说有人讲 你踢头土怎么能够喝酒啊 他说耶稣当年也把水变成酒啊 当然我可以喝啊 有的时候比方说 有一个健身房 或者是有一个很正当的娱乐场所 找一个牧师说 我们开幕礼啊 你来吧 好像青年会啊 女青年会啊 比较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去的时候 我没什么章节可以念的 我就念那个 说耶稣当年也去参加婚姻的宴席啊 所以我就跑到健身房来帮你们开幕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想了 所以就把这个圣经的章节 觉得可以用吗 就用上了 如果我们这么样来用这一段经文的话 跟约翰当年所写的却是完全两样 这个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节 而是约翰福音 是在四本福音书中间的 是最后写的一本书 最有意的要好好的写一本书 所以他一定不会随便乱写 如果我们前面三本福音书中间呢 找到那些比较穷苦一点的 地位比较低一点的 没有学问的什么这样的人 可是我们到了约翰福音却完全不同 约翰福音里面都是有知识的人 地位高的人 约翰是要有意写给有学问的人看的 在当年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里面 怎么都是一些穷困的 没有学问的地位低的人 约翰就在这个时候写了约翰福音 告诉他们说 我们教会里面果然是有一些地位比较低的人 学问比较浅的人 可是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地位高的人 也有学问高的人 是在这种情形底下 而特别他点出来 说这是第一个神节 我们也可以当作是最高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神节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么一个水变成酒的 这么样一个普通的事情里面 怎么样能够表达出他的那个意义 他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最好的最高的警戒的一个神节 事情很简单 当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 参加那个婚宴的时候 忽然酒喝光了 大概那天人都很喜欢喝酒 喝光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说了 他说他们酒喝光了 母亲那个时候已经知道 耶稣是一个育众不同的孩子 我们应该记得在路加福音的时候 耶稣降生的时候 很早 玛利亚就知道这个儿子是不同的儿子 可是耶稣那个时候却说 你不要叫我做那些事情好不好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假如我们今天下午有机会 再有机会去读一遍 约翰福音的话 有的时候最好就是一次读完的话 你去数一数 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一共有多少次 不晓得讲了多少次 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一直等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的时候到了 所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精彩的一句句子 假如我们去看一看的时候 就知道耶稣的含蓄 慢慢慢慢的工作 一直到了他工作的最高潮 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的时候到了 可是虽然他说时候没有到啊 后来他还是行了一个神迹 他就叫那个管酒的人呢 他就来 他说把前面那个石缸里头 没有满的水啊 他就倒下去 把水倒在那个水缸里 倒满以后 再去摇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约翰来讲这简单的话的时候 他的布局却是不简单 他先告诉我们 这里有六口石缸 同时还告诉我们 这个六口石缸是根据犹太人 捷径的规矩 这里面很有文章 我们因为不是犹太人 我们听到六啊 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对犹太人来讲啊 这些数字很有意义 比方说我们对某些数字很有讲究 我们送礼的时候 绝集不送单数 要送桑数 干什么呢 我们对某一些数字啊 有很敏锐的感觉 而我们现在说四不能送啊什么 我们对四特别的犯计 我们对什么八了 对十了什么 什么十全十美啊什么 我们有一套对数字的感觉 可是犹太人的数字的感觉 是我们不明白的 现在我们所研究的结果 犹太人对七是喜欢的不得了 觉得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当他们如果到一个时候 到六的时候 他们犹太人就说 哎呀好遗憾啊 为什么不是七呢 他们有这个感受 我们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呢 暂时当作我们也是犹太人 我们也有这个感受 六呢就是差那么一点 假如七呢 该是多好 六口十刚 六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差一 再加一上去就变成七了 所以这是六口十刚 干嘛不摆七个十刚就满了呢 可是摆的就是六口十刚 而这个六口十刚是干什么用的呢 他说是洁净用的 这个洁净啊不是为了脏的时候洗洗手啊 什么那样的洁净 不是为了卫生的洁净 是礼意上的洁净 换句话说 这个水摆在那里是为了洁净的礼而用的 让我们第二个看到 在这些洁净礼中间呢 竟不过是让我洁净而已 假如我洁净了以后啊 没有再进一步的 做一些正面的洁净的事情 那洁净竟不过是把我的肮脏污灰洗掉 并没有在我的身上再加任何的东西 如果我的一生 都是肮脏污灰 都是富号 那洁净以后 就把那些富的东西都拿掉 可是洁净以后啊 并没有在我的身上有一些正号 洁净 洁净的作用啊 竟不过是到处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说那个六口十缸的 为了洁净用的还没有满 这没有满就是没有满啊 我们中国人说十全十美啊 十全十美啊 什么完满啊 完美啊 这些完满啊 这些我们把满看得很重要 犹太人也把满看得很重要 那个水没有满呢 没有满就是没有满呢 如果一百分之满分呢 那么九十九分就不是满分 一定要有一百分的时候才是满 让我们来看 约翰在这里 特别是要讲给当年那些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要人想一想的 他的布局那三点已经告诉我们了 第一点就是 差那么一点就变成一个完全的数目 第二告诉我们 竟不过是洁净而已 把那些富号都去掉 可是不见得有什么证号 第三告诉我们 这些缸没有满 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仆人说 你把那个水倒进去 把它倒满它 本来是不满的水 现在就把那个水缸完全倒满 满到一个完全满的时候 他说你从那个时候才把那个水从缸里面咬出来 这咬出来的就变成酒 至于这是什么样的神迹怎么做法 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 因为主行很多的神迹 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 我们都行了神迹 我们相信这些神迹的话 我们就相信这个神迹 可是是这个神迹的意义 当那个酒咬出来时候 当然是先给那个总管管宴席的 我们每次办喜事了什么 总有一些人呢 总管啊总干事啊什么 所以需要给他尝一尝 一尝以后 那个尝管宴席的人马上就知道 他这个酒跟刚才的不一样啊 他就叫新郎来了 他说怎么这个好酒一直留到现在才拿出来 他说别人办喜事 我管得多了 人家都是先把好酒拿上来 那个时候啊 还没喝过酒呢 这酒一尝 这酒怎么那么好 等到喝了一半的时候 都糊里糊涂的时候 随便你怎么样的酒拿出来都可以了 假如你要用两种酒的话呢 人家都是先摆好酒 才摆次酒的 你怎么先上的是次酒 人家一尝以后啊 觉得这个酒不见得怎么样嘛 可是喝了一半的时候啊 把好酒拿出来 那个时候人家已经糊里糊涂了 已经不欣赏你的好酒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新郎也不知道 只有那个去倒水的人知道 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所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在 耶稣这个很简单的 是把那个水放进去 在摇出来的时候 就出来的一种酒 这种酒是比本来的酒来的好 这个好酒 其实讲的不是好酒 讲的是六口刚还缺 一口就变了完全 讲的是洁净 讲的是洁净 只不过是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去掉 并没有积极的有正号 在我们的身上 讲的是本来还不满的 现在是满了 为什么这是第一个神迹 在第一个神迹中间 耶稣要表明他的身份 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神迹 最大的 最高的一个神迹 在神迹中间的第一名 是要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 他到世界上来完成的是什么 过去 过去我们谁都有一点赐酒 比较差一点的 可是现在基督来行的神迹以后 有最高的酒 最好的酒出来了 是最高的宗教信仰 最完全的宗教信仰来了 从前所欠缺的一点 现在满足了 说老实话 我们到处都有一些宗教 都有一些信仰 都有一些做事的原则跟根据 可是今天我们到了主的面前 我们是完全了 这个把水倒满 我们中文的这个倒满 说是满了 可是这个字啊 中文没有办法翻译的 因为英文他们是比那个 耶稣所讲的语言晚一步 我们中文老早就已经发明了 我们这个字我们没办法想 可是英文他们有办法想啊 我们讲希腊文战天不强 我们讲英文的话 这个字是fulfill 什么叫fulfill呢 fulfill就是对环国来 就是feel full 就是把那个水 feel满了 倒满了的时候就变得full了 这就是feel full就是fulfill 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是本来不满的东西 现在变得满了 本来不完全的东西 现在完全了 本来没有一个完全的信仰 现在有一个完全的信仰了 不是酒 不是告诉我们水变成酒 让我们可以喝酒 什么等等 这些都不是他要讲的 他要讲的就是那个管宴席的人说 为什么把那个刺的先拿出来 好的要留在现在 旧约的宗教已经是很久一段的时候 所不能够完成的 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以后 就把最好的就摆出来了 让大家能够欣赏 让大家都能够感觉到的 不只是犹太教是如此 我们过去的信仰 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 不是不好 就是不够那么一点点的 而如果是永远不够的话 而只有耶稣来才能够让我们够的话 如果永远不能够完全 只有耶稣来才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话 这就是我们需要耶稣的信仰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为什么耶稣到了我们身上来以后 我们能够完全了 没有一个信仰 是能够进到我们心里行的神迹 真好像是把水倒进去 然后把水咬出来一样的 这个神迹让我们人能够彻底的改过 那个旧约中间的捷径 竟不过是一时的捷径 不能够让我们彻底的 从内心中间完全感觉到的捷径 而耶稣进到我们心里 不只是捷径 是把我们彻底的改变 把旧的改成新的 新的就是新的 新的跟旧的绝对不一样 而是耶稣到我们的里面来 他所行的神迹 这个更高警戒的信仰 所谓更好的酒 是让我们能够彻底的改变 从旧人变成一个新人 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从来不跟一个人谈说 你过去怎么样 从来不谈 只谈你现在怎么样 你将来怎么样 你所有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 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饶恕了你 我们的过去真好像与基督同死一样 不但是死掉 而且是埋葬了 而现在有新生的样式 是一个新人 为什么耶稣这个酒是 上好的酒 是那个更更完美的一个信仰 因为不只是让我们做成新人 而且在天天的生活上 能够带领我们 耶稣基督 不一定讲的那些教训 是古人没有讲过的 可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有圣灵跟我们同在 随时提醒我们 是有个说不出来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我们很多人感觉到 不能够相信基督的 就是那个超自然的力量 可是我们信基督的人就说 就是因为这个超自然的力量 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相信 是基督的 正面的 不是说我信了以后 我就关起门来 我一个人信就可以了 而是信了以后 让我人彻底改变以后 能够一直能够往前进 有主跟我们同在 第三 这是一个更好的信仰 因为有为活的上帝在那里 是我们愚笨的时候 他有智慧 真正的智慧进到我们里面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缺乏力量的时候 他真正有力量 能够进到我们里面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整个的人就不同了 不但是如此 这是一个上好的一个信仰 是让我们人生有个方向 不管我们今天是 从事哪一个行业 就不管 可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能够走到上帝那里 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道路 他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是给我们路 来领我们路 让我们走到这个路上 最后就走到上帝的面前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福那里去 对 这个酒是更好的酒 这个酒是我们等待了很久的酒 这个信仰 是我们等待着的信仰 不是说我们以前这些都不好 而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缺少的那么一点 有耶稣基督来以后 都已经满足了 都已经整个的改过了 让我们每一位今天 已经在基督里的 真是要感觉到 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 就是今天早晨 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还能够行神迹 让我们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能够有基督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所有的空虚都填满 填满满的 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假如有一些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希望基督今天就能够 进到你的心里行神迹 让你今天就能够 决志相信耶稣 有一些基督徒 在台北没有心灵上的家 求主今天帮助你 让你要与基督在一起 让基督进到你的里面 今后所过的生活 是完全另外一种生活 因为有基督充满在你的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耶稣基督降世 是应念 来完成所有的一切 让我们的人生中间 再也不感觉到 欠缺和空虚 而是由主跟我们在一起 求主今天来感动 我们每一个人 因着这一段圣经 我们更加接近主 靠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广告 我会在一起 我们也会感动 每个人都在一起 感动 我们会感动 更加接近主 我们在一起 编写